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我们就来到石和玩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会儿 其实已经出一阵子的游戏 那但是他的機制非常的好玩 他叫妙比神餐 那這邊玩就跟他介紹這款遊戲 那配件我們已經大概都四千間準備好了 那我們今天模擬的是四人舉例 因為配件起來滿足 那在遊戲開始我們會有個所謂題目架 遊戲開始要先放在旁邊 然後呢以及每個玩家會拿一個所謂的遊戲圖板 就是一個板子加上一支筆 沒錯 然後呢你會拿到一組的數字卡 它是用來猜別人的題目是哪一個 所以你會拿到一組題目卡 有1號到7號喔 那今天因為我們是四人舉呢 有一些的配件呢 是我們一開始就要先挑好的 在四人舉有一個屬於你顏色的星星 在四人舉我們會用一個兩顆的一張 然後一顆星一顆星 然後這個用三張 所以接下來另外一個玩家會相對的 你會拿到這樣子 一組的數字圖卡 然後自己顏色的星星有三張 然後以及一個畫板應該是畫筆 那基本上這是個人玩家的配件就設置好了 接下來我們桌子中間呢 要事先挑好的是 我們會有一組的所謂的題目數字 有一樣是1到7 另外一個比較特別 今天在四人舉呢 這邊的題目架裡頭 在遊戲開始就其實附一個小貼子 就隨便 只要貼好在下面有六個圖案 那今天在四人舉的情況下 我們就只任選四個 那我個人建議就是 要嘛就是從右邊選到主人 我比較不建議就是我們這樣跳著選 所以今天魚王 我們就從這樣的這個正方形 神經寶貝球的正方形的星星 所以呢我們有兩個圖案用不到的話呢 在這遊戲一開始他們就要事先先剔除掉 所以一開始我就要先把這兩個圖案給拿走囉 這兩個要先移除遊戲 只用到四個 那你可能接下來會問 欸我怎麼知道我的題目是哪一張呢 這遊戲基本上最後遊戲裡面附了四個顏色的題目類型 這是其中一個 那它其實在這邊有所謂的困難的分類 一張 一支筆其實就是視頭魚它就是一顆星的難度 那叫另外一個半黃色的 那基本上這邊就是兩顆星的難度 它就稍稍難一點 那基本上每一張題目卡 它有正版面都可以使用喔 所以題目卡的準備其實是非常的多 好 那接下來遊戲的配置還會怎麼進行呢 隨機抽一個顏色 同樣的喔 抽完四張的好夾 然後我們就按照剛剛有放的 好先讓各位朋友先看一下 我們就先放前面四個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這兩張卡用不到 所以實際上這遊戲的題目卡的題目加設計 其實就是幾個人玩的時候呢 這邊上面就會放幾張卡 因為我們會盡可能 應該說比較盡可能 就是大家一定會抽到一人屬於自己的一個題目 那你要說是什麼意思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 數字卡跟題目類型 分兩張 其實分兩堆這樣子簡單的洗一洗 遊戲經營方式 在遊戲開始之前呢 請你每個玩家先抽一張題目類型 加一個數字 那因為我今天要先示範一下 我先讓大家解釋一下什麼叫做我的題目 好解釋一下 今天預言完了 我是藍色玩鳥 我抽到一個神奇寶貝球的4號 那基本上在遊戲一開始 你就要自己對照一下 我是神奇寶貝球的項目在這 那我的題目是幾號 是12345 所以神奇寶貝球的4號呢 那我題目就叫做藍莓 那這個遊戲呢 一開始我們會給大概30秒到1分鐘的時間 你自己去思考一下你的題目卡 要怎麼畫出你的東西 對 所以這是藍莓 所以這遊戲其實就是 每個人都會抽一組 圖案加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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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沒有抽到的數字 就把時間先移出遊戲 我們會給大家一點點時間先自己確認一下 你的題目是什麼類型 以及數字是幾號 因為每個人0都會抽到一個圖案 所以絕對不會搶數的 包含數字也是 好 那當我們都決定好之後 我們就會一起加 開始我們才可以開始畫 那接下來還要再補充一個 中間有一個紅利分數 那我先解釋一下 這幾個分數呢 只給三個 這也是一開始遊戲玩家設置 我們四人組只會放一個兩顆星 兩顆星 一個一顆星 我先解釋一下 它怎麼拿呢 當你畫好 加上 又拆完所有玩家的題目卡 你才能來中間搶這個 額外加分 OK嗎 好 畫完又拆完喔 要特別聲明一下喔 但是呢 等等這也會有代價 如果 我們在公開答案的時候 我們會檢查誰猜錯的比較多 如果你搶了這一個 速度紅利分數 但是最後我們在檢查 誰是害群指馬 你猜錯的是最多張 原本應該可以得兩分 它會因此變得空兩分 OK 那如果最後這怎麼猜呢 那這遊戲其實有點像是一些遊戲的機制式 你手上還有一組的題目卡 1號到7號 這遊戲 當你在畫完你的時候呢 接下來你還要去猜其他玩家的題目 你覺得它是答案是什麼 根據你講的那個題目類型 就要給它一個數字卡 你覺得它是畫得很像是 找盆你就要選3號 那當然一樣要看你選的是哪一位玩家 那這遊戲你也不用緊張說 你可能會說 欸魚王我怎麼知道 我覺得它是3號 可是我要猜哪一個項目的3號 這遊戲其實就是 你只要覺得它是哪一個 找盆 你覺得它是 你覺得魚王畫的是找盆 你就給我3號就對了 你也不用說 因為我要猜你是這個項目的3 不用 你只要給我3就行的 因為這遊戲也有可能會因一些意外 有可能今天魚王畫的是熊 結果你給我的 你腦海中以為我是找盆 但是呢 因為我們剛好都是3號 似同於猜對 所以這遊戲其實 你猜數字代表你這所有的3號都猜 除非那個人玩家很搞笑 他我畫的是熊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畫 可能讓你覺得怎樣找盆 那表示你眼睛有問題 還是我繪畫有問題呢 那另外一回事 那基本上這遊戲 我們會玩好幾局 來進行最後的總得分 好 那基本上遊戲進行方式 我已經講完了 那我們要來進行一次 這樣各位朋友會比較清楚了解 知道 那先再講最後一些 這遊戲的限制 遊戲呢 在繪畫的過程中 遊戲有一些 以下不能做的事情 首先第一個 你不能提到這張題目卡的 任何的字 就是你不能寫中國字 英文字 阿拉伯數字 通通都不行 OK齁 所以有些很多項目 是不能故意這樣寫 比如說 打阿拉伯菜 你故意畫一個 你故意寫一個熊 然後前面寫Teddy 不行 那這樣我們都會玩 嗯 好 好 所以可以盡可能的快速講完它 反正我們有遊戲過程 今天我們熊玩家 這就是一款非常好玩的 就是飛魚 比賽 好 跳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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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開始玩 對 好 遊戲過程也跳過跳過 然後我們最後是一關獲勝 好 謝謝 對阿 講話不是大聲一點 也是盡可能大聲 對 越大聲越好 對 就是像你ㄎ我的那個聲音就對了 是 ㄎ 像我們昨天在罵 臭罵小力 對 他到底什麼狼人啊 你是哪一國 就是 好這個就對了 對 盡可能大聲 這也很難化聲吧 這話怎麼可能大聲 他就說 讓我想想這一笔怎麼畫 他說你這是杯子嗎 你這是棺材粉 你杯子 好這樣就對了 好 根本不會講話好不好 所以說你更知道這是什麼 就這樣 畫完 畫完就讓大家就知道 大家有沒有OK 好 來 好